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猜火车2》是丹妮·伯伊尔导演 《猜火车2》系列的第二部电影 依然延续了他荒诞的黑色鞋发 是他对四个年轻人的再一次解读 如果猜火车是谱写他们的青春 那么猜火车2就是描述他们的晚年 他们即将踏进坟墓时的再次的叛逆和对青春的追忆 四个人中的卑鄙 通过在狱中让同伴打自己的方法 以苦肉计终于获得假释离开监狱 但是他仍然不敢救其 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报复当年全款而讨的雷顿 以及到底是谁不停地往监狱里 系统性恋的杂志给他 而变态男则经历了失败的婚姻 这让他想要离开伦敦回到雷斯 并且在雷斯盘下了一间酒吧 想要重新开始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间酒吧早已十分破落 难以重新开始 于是变态男决定和自己的小女朋友 贩卖色情片从而大赚一笔 而变态男也在一次偶然中 从别人口中得知 当年全款淘宝的雷顿 居然在阿姆斯特丹开了一家夜店 并且似乎过得不错 这让变态男分外不舍 想从雷顿那里得到一笔钱 从而进军他的黄色大业 于是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了雷顿 邀请他回到雷斯 同时共同大赚一笔 并且骗他被逼仍在狱中 而雷顿信了变态男的话 回到了雷斯 而迎接他的却是各种阴谋与报复 但是让变态男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小女友不再从事这种工作 想要逃离 甚至被回到雷斯的雷顿所吸引 然后和他发生了关系 四个人中的最后一人 史霸 挣扎着如何在自杀后 给自己的家人留下最大金额的保险金 幸运的是 在史霸用塑料带自杀时 被前来找他的雷顿救了 他指责雷顿 毁了他的人生后 又来毁了他的自杀 可是人生是自己的选择 他愈恨的到底是雷顿 还是不敢面对自己 电影的结尾不像所有圆满的大结局 四个人以及变态男的小女友 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 有任何变化 仍旧在黑暗中挣扎着颓废着 无论是变态男纯粹的爱恨 雷顿摆脱过去的生活 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还是被逼不忘过去 屎爸傻乎乎的活着 他们都像我们生活中的不同状态 也许大多数人都像雷顿一样 玩累了就回归正常生活 忘记过去的一切 猜火车二依然不改颓废的气质 续写了不一样的人生和底层人的挣扎 四个中年男人多年不见后的再次相逢 等待他们的不是重聚的喜悦 但却是一场新的冒险的开始 或许他们的骨血里就融着不安分的因子 他们喜欢向往那种刺激的生活 或许每个人体内都潜伏着一头野兽 但是我们总是尽力将它封锁 而导演丹尼·伯伊尔 则是将这头野兽放出来给我们看 扩大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欲望 这部电影是震撼的 也是反思的 那头野兽放出来也是真的对吗 我们都曾经青春过 或许也即将迎来青春 那该如何安放我们的青春呢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